自1980年成立以来,Philotech不断钻研独家专有技术, 深耕半导体市场并推出各种产品,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长。 2023年3月7日的年度销售额为2108亿日元,销售利润为424亿日元,均达到历史新高。 半导体等设备相关业务的成长策略 根据当前的半导体市场形式,预计在中长期内通信、网络需求及自动驾驶、数据中心投资有望扩大。 此外,随着AI技术的进步,元宇宙等新领域,对半导体的需求有更进一步增长的空间。 在此背景下,随着半导体制造商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,预计本公司的主力产品业务,即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材料产品,需求将持续大幅增长。 在石英产品领域,本公司计划在中国的长山工厂、杭州工厂及东台工厂进行增产。 此外,日本山形工厂正极力满足制造设备生产生在开发和试作方面的需求。 在精细陶瓷产品领域,除了中国主力工厂的江东工厂外,今后在长山工厂也将持续扩大产能。 用于硅片检验工序的可加工陶瓷产品,在日本的石川工厂进行开发和制造,为增加精细陶瓷产品的产量。 2022年11月,第二工厂已投入运营。 计划增建第三工厂,目标在2024年中期投入运营。 日本岗山工厂所生产具备良好耐热性、耐磨性的CVD SIC,为因应其需求的增加,我们增建了第二厂房。 此外,为应对中国市场,2023年内计划在长山工厂开始生产。 对半导体制造高温工序中所使用的硅部件、设备制造商及半导体原件制造商的需求持续扩大。 为此,我们将在中国银川和长山进一步提升产能实现增产。 本公司的代表性产品真空密封采用磁性流体,拥有全球高达65%的市场占有率,是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可或缺的产品。 在金属加工及设备组装委托业务方面,随着半导体市场的扩大、真空室、机器人零部件及单元组件等需求走势良好下,我们正积极扩大在中国长山的业务规模。 从2023年4月起,日本Cosmoscience诸事会社成为本公司的合并子公司,今后也将努力拓展日本国内的金属加工业务。 此外,马来西亚吉达州的新工厂计划于2023年内投入运营,为满足东南亚客户的强烈呼声,我们将加速确立金属加工、机器人组装及石英、陶瓷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的供应机制。 另一方面,面向中国半导体企业及有机EL等面板企业提供的设备零件清洗服务,在大连、铜陵、天津、四川省内疆和广东省广州均设有基地。 在上海工厂内部设立了分析中心,具备了更高级别的分析功能。 同时,统筹该业务的安徽省的合并子公司已于2022年12月在深圳创业板上市。 为了在日本半导体产品制造商云集,被誉为硅岛的九州雄本地区,大力开拓石英产品及设备零件清洗业务。 菲勒特克正兴建新工厂,目标在2024年6月前后竣工。 综上所述,本公司今后的方针室,在日本、东南亚等全球各地创建更多的生产基地。 在半导体硅片制造中,作为前道工序的精定制造,在中国银川进行。 6英寸以下的小口径及8英寸硅片在上海生产,8英寸和12英寸的硅片在杭州生产。 由于在中国国产化浪潮中备受期待的12英寸硅片市场,需求不断扩大。 我们将在2023年度内建立起月产20万片的生产机制。 在外延硅片方面,为了在目前月产6万片12英寸硅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产能, 菲勒特克在浙江省丽水市兴建了新工厂。 在安徽省同龄,菲勒特克积极推进再生硅片的量产, 以及丹京SIC硅片的开发和产品化。 通过将再生硅片、加工程与新硅片同等质量,实现了多次使用, 有望帮助设备制造商大幅度削减成本。 目标是建立丹京SIC硅片、液产量6万5千片的机制, 以满足5G无线射频零件及电动汽车、医疗设备等功率半导体的需求。 另外,在银川生产的石英干锅, 由于太阳能电池用石英干锅的需求有一定的增长空间, 因此将增设第二工厂积极实现增产。 菲勒特克的另一个支柱产业是电子装置产品。 菲勒特克的热电模块实现了精准温控, 拥有全球最大的生产体系, 是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产品。 它被用于汽车、半导体、生物科技、通信和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, 业务不断扩大。 菲勒特克在2023年推出冰水机恒温水循环装置, 它采用了耐热零件、热电模块技术, 可提供普尔贴工作方式和压缩机工作方式, 除半导体领域外, 也在持续推广在机床设备、医疗领域的应用。 功率半导体基板是节能的关键产品。 由于家用电器、生产设备的效率提高, 以及逆变器的使用, DCB基板需求正在扩大, 月产量将从目前的110万片增加到160万片。 由于电动汽车逆变器等需求增加, AMB基板的月产量将从20万片增加到70万片。 设立在东台的功率半导体研究所, 正在全力研究与开发次世代基板及材料。 我们的生产基地除了东台、上海之外, 还在四川省内疆兴建工厂, 已于2023年6月完工。 Felotec定位为中长期持续投入的重要业务、 车载业务。 热电模块产品,除了调温座以外, 也用于冷暖保温背托, 及自动驾驶系统中的CMOS图像传感器的散热档, 是备受期待的产品。 另外,合并子公司大全制作所正在开发制造、 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热敏电阻元件, 以及使用该元件的温度传感器。 在车载领域、电动汽车、 二次电池等相关应用, 也有望扩大需求。 电动汽车用逆变器等方面, 对于公力半导体用AMB基板的需求, 急剧扩大。 预计这一趋势今后还将持续, 该产品极具潜力, 来自铁路车厢的需求, 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。 东洋任务工业刀具制造商于2022年成为本公司合并子公司。 除了信息产业的应用外, 还生产用于钢铁、木材加工及工业机械的刀具。 今后,不仅将在日本工程县复古增设最尖端的生产厂房, 还将充分利用中国的杭州工厂, 持续加强在日本和中国市场的开拓力度。 2022年12月, 我们在上海成立了Philoteca中国总部, 旨在提升经营效力, 加强研究开发、财务管理及人才聘用。 今后,Philoteca将持续与包括日本、中国、东南亚、欧美在内的全球高科技企业开展业务合作。 我们将本着企业理念,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为目标的SDGs构想, 不断成长进步, 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